最近一名22岁的女生由于经常觉得有个黑影在自己的右眼前飘来飘去,那几天都没有缓解,于是就来到医院就诊。 经检查后被确诊是视网膜裂孔,视网膜上竟然有两个洞,但还好裂孔周围的视网膜没有脱开,还来得及补救。 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这名女生本身就患有高度近视,但是最近正在准备考研,经常用眼过度,眼球的肌肉持续紧张,得不到放松。 牵引视网膜就导致了视网膜裂孔。 那么视网膜裂孔会有哪些线照呢? 最重要的就是闪光感,也就是说当你觉得事物模糊,出现门龙感,或者说有黑影在眼前飘动,一直得不到缓解的时候,这个时候千万要重视了,应该马上去医院就诊。 及时的激光封闭是治疗视网膜裂孔的重要的治疗手段,早期还能够恢复视力。 那如果说视网膜脱落越来越严重,不仅手术的预后差,而且还可能会导致终身的视力下降。 所以屏幕前的有近视的朋友们,或者说是中老年人群,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玩手机,用也过度,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。 我是许医生,关注我了解更多,见个小知识。